感情世界和油管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16号星期三 亚太时间是8月17号星期四 今年以来人民币的汇率是跌跌不休 昨天已经飙破了7.31 中国经济会肯定继续恶化的 甚至会停滞 所以这个汇率肯定不是处底 那么中国人包括一些台湾的朋友 现在最紧急要做的一件事 赶紧去做否则晚了就来不及了 昨天有美国网友在纽约法拉圣街头 拍下了一段画面 显示在西联汇款公司门外 排着长长的队伍 不知道人们是准备往国内汇款 还是提取从国内汇出的钱 或者说是不是两者都有呢 我们不清楚 这是昨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标破了7.31之后法拉圣的华人朋友出现了一个现象 不过今天凌晨大陆时间 也就是下午4点半左右吧 我又查了一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显示涨回来了一点 1美元可以兑换7.29683元人民币 有朋友问我人民币汇率还会不会下跌呢 希望我在节目中说一说 那我先肯定的告诉大家 在我看来7.31的这个汇率肯定不是处底 未来十有八九还会继续跌 我们看一下美元对人民币的图表 今年1月中旬出现了一个历史低点 1美元对6.70173元人民币 随后在这个不到三天的时间就突破了6.77这道关卡 然后在1月30号到2月3号有一个下跌趋势 降到了6.72924 在此之后一直到3月10号上涨到了一个小高点 6.96659 然后有一个小幅回落 在3月24号降到了1美元兑换6.81965元人民币 从这里开始到5月19号 破7就成为历史了 汇率已经到了1美元兑换7.03204元人民币 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7以下 6月1号汇率标破了7.1大关 1美元兑换7.10846元人民币 6月27号汇率又标破了7.23709 之后在7.1到7.4之间就来回的震盪 最终在昨天标破了7.31 然后今天又拉回到了7.29683 即使对金融汇率不太懂的朋友 从这份美元对人民币图表 其实也可以看出 虽然汇率有涨有落 但是人民币的整体走势是一路走低的 通俗的说美元兑换的人民币数额越来越大 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数额是越来越少 用专业一点的说法 用这份图表就已经明显的显示出来了 外资投行对人民币短期走势的看法是偏向负面的 如果说的直白一点 那就是人民币还有下行的空间还会继续跌 有大陆的朋友之前曾埋怨我 说我经常用可能也许之类的说法 言外之意就是不给一个肯定的说法 原因其实很简单了 对于还没有发生或者是发生之后真相不明的事情 我们只能做推理分析预测 因为在我的观众群当中 应该说是藏龙过虎 各方面的高人都有 如果妄下结论的话 会被专家或者是专业人士耻笑 所以出于谨慎 我不能给大家非常肯定的说法 但是大家会从我整体的分析和推理当中 能得出结论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那么这一次对于人民币的汇率走势 我为什么说的相对肯定了呢 请大家注意 经济恶化它不是一下就触底的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昨天中共当局公布的那一系列数据 只是经济全面恶化的开始阶段的数据 就是这样的一个开始阶段的数据 已经引起了人民币的汇率下跌了 那么可想而知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的恶化 人民币的汇率也一定会继续下跌 至于有没有可能破八 我不敢百分之百的肯定 但是以中国经济的这个糟糕状况来看 破八不是没有可能 甚至可能会出现更惨的汇率 早就有分析人士表示 说在国际社会全面孤立中共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可能会倒退几十年 美国之音今天表示 7月份的经济活动数据 促使一些经济学家指出 如果没有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 中国可能难以实现 今年大约5%的增长目标 但是鉴于地方债务水平居高不下 中共当局对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兴趣 并不确定 有经济学家就警告 中国经济可能出现 当年日本经济停滞的情况 日本的经济停滞期指的就是1990年代 1986年到1991年出现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 导致了那个经济停滞期 但是2000年代和2010年代 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持续停滞 所以有失落的20年和失落的30年 这样的叫法 其实至今日本都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如果中国的经济也倒退几十年 我们假设也倒退30年的话 那就是退回到了1990年代前后的样子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1990年代前后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 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是什么样 那时候的人民币汇率又是什么样 那么说到这里呢 其实我想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我觉得应该赶紧把手里的人民币去处理一下 如果在银行还有存款 建议你马上兑换成美元 如果不能兑换成美元的话 兑换成欧元加拿大元或者是澳币等等 都比人民币能保值可靠 人民币的汇率啊 不仅越来越低 而且在国内也一样会越来越不值钱 贬值的这个幅度会越来越大 说不定呢 很快就会出现千元面值 万元面值 甚至更大面值的钞票 委内瑞拉不是就出现了一元面值的钞票了吗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快点把人民币兑换成外币 然后呢 取出来 放在自己家里 如果已经不能兑换外币了 那么大家可以把钱呢 拿出来买黄金存账 黄金也能保值 也可以作为货币流通 所谓的乱世黄金盛世欲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既不能兑换外币 也不能购买黄金 那么再退一步说 不管有多少钱 都尽量从银行里面取出来 别在银行存账 而且这个动作要快 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因为中国的银行是可以宣布破产 如果他宣布了破产 那存在银行的钱都没了 全都失去了 中共是不会赔的 为什么说要快呢 我们能想到 其他人也一定能想得到 去银行取款的人一多了 形成了挤兑 那么银行肯定就会采取某些措施 比如限制取款的数额呀 或者是增加取款的限制条件呢 甚至可能宣布破产的等等 这都是可能的 万一银行宣布了破产 人们手里要是没有钱的话 那个时候那可就真危险了 所以有网友说 钱存在银行那是银行的 在自己的手里才是自己的 这句话相当有道理 有网友在帖子中描绘了 自己想象中的中国经济崩溃的场景 朝廷一定会命令央行加大印钞 并命令四大银行不顾一切的帮助 房企和国企 崩溃前一定是物价飞涨 人民币狂扁 而四大银行也面临倒闭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慢慢的观察 昨天节目的下方啊 有一位网友呢 像是在怼我 问我说在中国难道没有一点点的好消息 如果只是嘴上说说的好消息呢 那新华社今天的这个评论 抹黑打压改变不了中国市场吸引力 可以算是一个好一点的消息 评论中表示说 各大知名金融机构预计 今年中国经济将完成预期增长目标 并且还升中国市场不可替代的活力和价值 就摆在那里等等 其实这显然是当局稳定局势 稳定人心的一个举措 如果只听中共官媒说 那中国经济就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真实情况 特别是老百姓的切身感受 恐怕跟中共的宣传差距就大多了 官媒提到各大知名金融机构 可是连一家金融机构的名称都没提 所以声称可以完成预期增长目标的这个说法 明显就缺少了支撑 不提金融机构的名称也行 但是总得有事实依据来作为论据支撑吧 事实依据也没有 全年经济目标 我们知道是以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基础的 前半年如果好的话 你可以说全年目标完成问题不太大 如果半年的经济目标不好的话 那你后半年得多么努力呢 能不能实现呢 可是大半年已经过去了 官媒评论中没有给出半年经济指标完成的数据 没有真实数据支撑硬说中国市场有活力和价值 那不就是自娱自乐自嗨吗 懂经济的人都知道 城镇青年失业率这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关键性的指标 但是昨天中共宣布暂停发布了 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经济惨不忍赌 数字太难看了 即使造假也没有办法美化了 那么真实的青年失业率是多少呢 我相信中共内部一定是了解的 一位原南方周末资深编辑估计 新毕业的大学生中可能80%都没有工作 他向自由亚洲表示 其实失业率很高啊 80%的大学生都没有工作吧 其实这个政策我都懒得研究他了 大连理工大学的陈教授证实 现在各高校的书记校长在亲自抓就业 把就业率当成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 无论如何都得让学生签就业协议 上报的就业率只是纸面就业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学生就业率影响着学校的声誉 所以很多高校辅导学生造假就业协议书 学生们只能是求亲友签就业协议 或者花几十元到上百元买一个网签 以此完成从毕业到就业的转型 也就实现了纸面就业 另外据北京半月谈微信公众号报道说 有高校就业指导中心的负责人透露 校方对网宣称90%的就业率 实际上只有20% 陈教授告诉自由亚洲 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科生就业状况稍微好一点 综合类大学的文科生就业状况很不好 企业也出现大裁员 他以沈阳铁路局为例指出 去年神铁招了4200人 今年就只有2000个名额 但是没过多久 中共就出台了一个规定 去年多少今年多少不允许减招 所以这对企业的压力也大 另外有一位资深的央媒记者 匿名向自由亚洲披露 此前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有关统计 没有将在校生和考研考公务员的人列入统计 官方说 16到24岁的青年人是9600万 在校生6500万 高校应届毕业生1158万 实际被纳入统计资料的 不足这个年龄段的半数 我相信这位资深央媒记者 他的匿名说法 我也愿意相信那位南州资深编辑估计的数字 因为我在大陆的地方媒体工作的时候 也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了解的真实情况只能是在私下里面去谈 公开报道只能说当局想听的想要的那个数字 在大陆财经界连续发生债务违约的情况下 今天又传出了两个消息 李嘉诚的长石集团正在加快出售北京的地产 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离婚了 这两个消息应该让人们意识到一些问题 时代传媒旗下的时代财经 与腾讯新闻官方账号潜望报道 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建案 玉翠元 预售价下降了大约一成 玉翠元是李嘉诚的长石集团 再建地产项目 位于朝阳区东四环姚家园 去年10月底 预售员开放售楼处 当时对外的吹风价格是至少10万元一平米 预计申报单价是每平米10到11万 可是最新货批的九栋楼473道房的预售价 却是在90672元到99744元之间 这个价格比之前的市场预估低了近一成 另外有负责销售预售员的业者透露 长石集团已经取消了燕资看房的规定 直接预约就可以看房 本月初到预售员售楼处看过房的赵丽 也证实 预售员看房确实不需要燕资了 赵丽还指出 看房现场不仅有准备买房的人 还有大批房产中介 自降新房售价取消燕资看房的规定 并且开放中介渠道 长石集团这一系列的举措显然都是一个目的 就是要将房子尽快出手换成钱 今天财联社就许家印离婚的传闻向恒大进行求证 恒大回应说不清楚没有消息 也就是说恒大对许家印的离婚传闻既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 给人的感觉就是你猜 那么许家印究竟有没有离婚呢 前天夜间恒大发布的公告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丁女士为独立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这里的丁女士指的就是许家印的妻子丁玉梅 这个称呼是跟以往有区别的 在以往的公告中 恒大会明确表示许家印配偶或者是许太太 比如在2021年的中期报告中 丁玉梅就是以许太太的名义出现的 到了2021年年底 夫妇二人共同出售恒大12亿股的股票 作为一致行动人 许家印和丁玉梅持有的恒大股份比例 从76.69%下降到了67.87% 而这次恒大只称丁女士 特别是对媒体查询 恒大表示不清楚没有消息 似乎更增加了几分可信度 有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 许家印和丁玉梅之间 两个人可能是技术性的离婚 跟许家印切割以规避债务 许家印是不是确实离婚 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但是恒大资产资不抵债 却是眼睁睁的事实 根据7月恒大旗下三家主要公司的财报 中国恒大、恒大汽车和恒大物业 总负债超过了两兆六千亿 而恒大的总资产只有大约一兆九千六百亿 李嘉诚和许家印都在生意场摸爬滚打几十年 他们对当局政策的把握 对经济状况的敏锐度 我们是不能否认的 他们此时都做出了不寻常的举动 这是不是暗示中国经济会继续恶化下去呢 我们本人的感知也许不够灵敏 但是这些生意场上的人 他们采取的措施或许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最后再说一个消息 今天中共最高检官网公布消息 以涉嫌受贿罪 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党委常委副司令员 中国新建集团原副总经理焦小平实施逮捕 官方通报说焦小平的这个问题很多 除了大搞全钱交易 行贿受贿等等这些中共官员的通病之外 还有三个相当惹眼的罪名 一个是违背新发展理念 干扰探达峰中和战略目标实施 另一个是罔顾党中央对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要求 支持特定关系人开发秦岭地区小水电 破坏秦岭生态 第三个是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走行变调 加剧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制造金融安全隐患 前两个罪名非常少见 在其他落马官员的那个通报当中 还没有见过类似的说法 新发展理念这是习近平在18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来的 其中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么五个方面 探达峰和探中和这都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 而秦岭素有中国的龙脉之称 但是在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政陕西那个阶段 秦岭出现了大内的违规建设别墅 显然是犯了习近平的打击了 动了龙脉了 习近平向后六次批示下令拆除 可是地方却迟迟不动 从这些情况看 焦小平明显是反对习近平批示的命令 跟习近平是对着干 所以这两点罪名已经就暗示了焦小平是反习势力 而第三个罪名 则似乎是在暗示焦小平 制造了中共的隐性债务风险和金融系统安全 通报中并没有说明 焦小平是如何制造金融安全隐患的具体犯罪内容的 但是现年57岁的焦小平 曾经任中共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副主任主任等职务 这个期间他还主持编译了多部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相关的书籍 我们不知道当局这个罪名是不是在指 在这一段期间焦小平主持编译的相关书籍与中共的决策部署 是相违背的 制造了金融安全隐患 但是焦小平在中国经济全面溃败的阶段 被公布出这个新罪名 很让人是感到怀疑 我们知道中共历来的做法都是一贯的 出问题就是某个中共官员的责任 中共党始终都是伟光正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中共是不是把焦小平当成了一个替罪羊 让他要替中共扛下金融暴雷的责任呢 中共的邪恶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底线 然后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别忘记点赞留言并且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加一下小铃铛 我们上传新节目您就会收到了 如果大家有意愿向我们捐助呢 在视频下方有捐助链接 大家也可以订阅一下新闻看点的会员频道 另外啊我们的节目呢 通常会在干净世界提前播出 大家也可以在干净世界来提前观看 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提醒大家 不要忘了我在节目中郑重推荐给大家的 一些非常好的产品 像玄宝黑身啊 像真黑系列产品啊 扁康丸啊 还有瑟夫沙克VPN 以及加拿大的移民中介公司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 昨天推荐给大家的儿童故事平台 希望之声的听故事的天使也是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去抢购 好了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